請坐 我們前台的大領導 以及我們所有香港的各位家人夥伴們 大家晚上好 好 我先自我介紹 我來自Reway38花蓮立會第一 日清金團隊的飛馬領隊徐光雅 再次再跟再次的向大家呼聲好 大家晚上好 好 今天非常榮幸 非常高興也感謝我們香港公司 我們總經理 經理以及我們Ray 給我這個機會來到這邊 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大家分享之前我們知道 Reway就是一個感恩的文化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借助各位的掌聲 來感謝我的引路人 也是感謝他引領我到Reway這個平台的推薦人 他也是這一次破了一個紀錄 什麼紀錄呢 就是從飛馬三個月打上飛馬五 我的領導人 我們來自台灣的榮林飛馬領隊伍 陳日清 請接觸各位打聲感謝大家 那我在2019年的時候 2月份加入綠未知的團隊 那剛剛講 這個我的推薦人 其實就是我的老闆 我在做工程 那當初為什麼會 其實2017年就已經有人跟我們分享 這樣子的一個平台跟產品 但是呢各位都知道 一聽就是什麼 直銷 所以呢我們都不相信 那當初跟我們分享這個 在台灣是開一個餐飲店 就是開飲食店 我們常常會到他的店裡去 吃個宵夜喝個小酒 所以他每次要跟我們分享的時候呢 我們拒絕了兩年 每次他要跟我們分享 我就好你不要再講 再講我們就要走了 那每次一支 他又開始要準備講的時候 我們就跟他講 你不要再講 再講我要走了 所以就這樣過了兩年 但是命運就是這樣子的很奇妙 為什麼 因為兩年之後 2018年 18年的年底 19年年初的時候 18年 那18年的時候 我的岳母 得了一種病叫膽管癌 一發現的時候已經末期了 膽管癌 一發現末期了 開完刀 醫生說剩三個月 不化療就是三個月 那 老人家80歲了 他說我不要做化療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很多結拜的姐妹 結拜知道嗎 拜靶的 他說那些姐妹真的 那些結拜姐妹全部都是愛證實的 每一個都做過化療 他說沒有一個是好下場 最後還是要死 他說我不要 順其自然就好 80歲夠了 所以他那個時候 就沒有做化療 那當初跟我們推薦 佩蒂爾的這位領導人 他又來了 他說那不凡 你試試看 那當子女的 總會想說 那最後這三個月 讓老人家最起碼舒服一點 就算要走 讓他不要那麼痛苦 結果沒想到 他一天吃20顆 三個月之後我去回診 醫生問 你把老人家帶去哪裡 他說他是拒絕治療的人 不做化療就三個月 你三個月後 竟然還帶他回來 然後一檢查 更神奇的是 今天剛剛檢查的結果 癌細胞 癌子數是0 所以產品我們已經見證到了 那當我的推薦人 跟我們分享 要找我跟他一起合作的時候 那是我老闆 我能不找他 不跟他合作 哈哈 沒有開玩笑 其實 我也是看到這樣的一個產品 真正的 在家人的身上發生的 奇蹟 所以呢 我去了解的制度 其實 剛剛我們前面講說 一聽就是直銷 對不對 那為什麼很多人會反感 就是過去很多人做過直銷都受傷了對不對 做過直銷受傷的警局是什麼 所謂的受傷是什麼 是因為你沒有做成功 所以叫受傷 那請問你那一家公司的人有沒有人賺到錢 有 是啊 那一樣的產品 一樣的公司 為什麼人家可以賺到錢 你沒有 那是誰的問題 自己的問題 是不是 所以不要怪直銷 是怪自己 對不對 人家可以做得到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那當初我也是一樣 那當初我也是一樣 04年的時候 就接觸了直銷 做了10年 我在台灣是一個軍人 那當初我做了10年 我的存款 有存款做到沒有存款 有房子做到沒房子 有車子做到沒車子 夠不夠慘 夠慘 所以一開始我會拒絕 那是正常 那如果你們都沒有被直銷受傷過 你拒絕什麼 我不曉得你們又拒絕什麼 所以我了解了這個 這樣一個平台之後 我發現 這樣的一個制度 真的不得了 因為我在那間直銷做10年 當過產品講師 當過制度講師 所以我看完制度 我稍微不敢說很了解 但是 知道如果真的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真的可以讓人翻身 所以思考了幾個月之後 我告訴自己 從哪裡跌倒 我們就從哪裡站起來 同意嗎 同意嗎 對 所以我就說好 那我跟我的老闆 開始合作 可是我剛剛講 我在他的公司上班 一個月只有四天假 那要怎麼經營 我就用那四天假放假的時候出去分享 你不要看這樣四天 如果你真的很能夠很用心很全心的 雖然我只有四天 但是我用堅持的時間 全職的心態 去分享這樣的一個產品 兩年 這樣子經過兩年之後 我的組織底下已經出現兩位孔雀領隊 但是我只是三星 因為我還在上班 我沒有選擇 但是當這樣的組織出來之後 我的老闆告訴我 我的文推薦人 他告訴我 他說 我的老闆 你的組織出來 已經有兩位精英領隊 你是不是應該出來為團隊做點事情 我說老闆 你是老闆 我在你公司上班 他說好 我給你時間 每個禮拜三四五 你跟著團隊走 就是說我不用去上班了 三四五三天 所以如果有遇到這麼好的老闆 你一定要趕快去跟他合作 知道嗎 錢造領 薪水造領 為什麼 因為禮拜三 是我們在花蓮的 台灣花蓮的領袖分享會 跟今天一樣 禮拜四是OPP 禮拜五是我們團隊的內訓 所以他說這三天給你 然後就跟上 跟團隊一起運作 所以真的如果你有團隊 不要離開你的團隊 你會氣場 這個熱度會越來越弱 所以當我跟上團隊的時候 我才發現 不一樣 跟我在兼職的時候 在上班 在出來去跟人家分享 在經營立會的時候 心態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從21年的12月底 開始進入到團隊 進入到公司的系統 然後22年的6月 我的領導人就告訴我 那時候剛好 這個年終到年底 公司都會有一些活動 對不對 他說你不趁這個事 他說 先打上經營立隊 我說好 我就打 所以六七八三個月 二二年的六七八三個月 三個月 我就完成了孔雀淵隊 然後呢 過了一年 就是去年 到了九月 到了六月 我們第七七代是不是推出了 所以公司開始一連串的做活動 對不對 所以老闆說 最後的四個月 要完成一年的業績 各位還記得嗎 是不是代表公司一定會出力 所以呢 那個時候 我的推薦人兒子 這個事已經來了 你不趁事而上嗎 而且那個時候就是我的推薦人 要從飛馬一口氣 Fly飛馬舞 就是我們團隊是要打五個飛馬上去 那很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 那我的老闆呢 為什麼他能夠當老闆 他就是有一個不服輸的心 他既然已經承諾上去了 他就一定要做到 所以他就第一個問我 光雅 我要打飛馬舞 你要不要打飛馬 我能收步嗎 我說好打 對 就這樣 就趁這個事 所以當你的貴人 在伸手要拉你的時候 記得趕快把手伸出來給他拉 真的 因為這個良機一過 你可能沒有 今天如果他已經打上飛馬舞了 我再跟他說你拉我一下 我剛打上我休息一下 他沒有休息 所以機會來的 如果你不把握 就會稍重幾世 同意嗎 好 那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所以在去年的11月 那我就很順利的 打上了飛馬零隊 跟我們小兵飛馬一樣 我們兩個是同期同學 那我要再跟各位分享的是 當一個乾淨到這樣一個平台之後 各位有沒有很多疑問 我要怎麼樣開始做 有沒有 有時候想做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做 是不是 所以你覺得 要經營立會 要從哪裡開始 然後呢 還有從哪裡開始 從吃用產品開始 你不要跟我說 你不吃產品不用產品 然後你想要經營立會這個平台 那你不是在騙人嗎 同意嗎 所以自己一定要吃 吃出效果 老闆說的 在你的身上吃出結果點 你需不需要一直去虧銷 不需要 人家自然會被你所吸引 同意嗎 同意 就像我 用了產品 吃了產品 到現在 我今年 我七二年的鼠腰鼠 今天這樣一個皮膚還可以嗎 可以 可以 53歲了 這個皮膚應該可以 所以 我走出去 我需要 去跟人家推銷嗎 不需要 你只要 走出去 人家自然就對你好奇 所以我跟人家說 我在做工程 他說 你這個臉做工程 你會不會太過分一點 人家做工程 不是曬的黑黑的 乾乾的 扁扁的 是不是 對 我以前就是這樣 瘦瘦乾乾扁扁 你皮膚細紋很多 斑很多 那就是因為 大量的使用產品 用產品 男生你不要想說 那個噴噴是女朋友在用 各位 在場的男士們 噴噴有在用的群手 我們康宣全校朋友 有在用的群手 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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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士朋友 要一個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我們在場 男士加起來 差不多有100個 只有五個人在用 所以 如果你可以 體內的調理 再加上 外在 我們在 我們 我們的這個 盆蒂爾 我們的立會平台 我們在台灣都有一句 這樣的話 什麼話 叫 一吃 二噴 三外敷 讓你 鍾愛一生 這樣 了解嗎 所以 不是說 噴霧 面膜只有女孩子要用 女人要用 如果你要 經營立會這個平台 你三種產品都要用 你才會很快的 看見你的效果 你才會讓人家 對你引起 那個好奇性 我們出去 你自己就是最好的招牌 如果你這個招牌 不好 人家會對你 有 好奇心嗎 不會 你跟人家說 這個產品有多好 人家會被你吸引嗎 不會 因為他看不到你的改變 他看你 跟以前一樣 你跟我說這個有多好 他會相信嗎 他不會相信 所以一定要從 吃用產品開始 如果這個產品 一邊吃一邊用 一邊吃一邊用 不小心讓你吃出年薪五百萬 你有沒有興趣 有 有人不相信 真的他說哪有可能 你問前排的飛嗎 有沒有 都超過五百萬 年薪都超過五百萬 我跟各位分享 我在工地上班 當工地主任 談加班 一個月 將近八萬塊 談幣 等於這邊 兩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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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萬其實在香港來說 薪水應該不高 對不對 對 你看我們在那邊做牛做法 做得跟狗一樣 你才兩萬 好 但是呢 我打孔雀的三個月 的收入 是 加起來 是我在工地上班 三年的收入 我打飛馬這三個月的收入 我打飛馬這三個月的收入 是我上班 將近二十年的收入 所以各位 你如果 是打公主 你有沒有辦法 三個月 賺 五十萬 沒辦法 你更不要講說三個月 要賺五百萬 更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 我要來經營秘會 就是因為這樣子 好 那吃出產品 吃出了 健康 吃出了年輕 所以人家說 Petite 有一個副作用 有什麼副作用 各位知道嗎 人家說 例如你們不是天然的嗎 怎麼 吃 吃 吃Petite還有副作用 Petite的副作用 就是讓你有多一份收入 讓你口袋越來越好 想不想 所以這產品 多吃一瓶 好 第二個 吃了產品 那接下來那個六P 我就不多講了 好不好 就目標 對不對 目標 然後 然後 練名單 對不對 設定目標 練名單 計畫 邀約 分享 更進 對不對 好 但這個我就不多贅述了 我相信各位在內訊 或是在家裡一定常常看 那最重要的就是 你來到立位這個平台 你的定位在哪裡 我上次聽我們坑底菲 上次前兩個禮拜有分享 定位 對 你的定位在哪裡 你是定位你是銷售員 還是定位你是一個企業家 當老闆還是要當業務員 當銷售員 你如果一直出去 我只想要賣產品 賣產品 你就是個銷售員 你如何成為企業家 老闆 那你就必須建立你自己的系統 你才能夠成為一個老闆 就好比說7-11 各位你開一家7-11 今天如果統一集團跟你講說 我給你10家的名額 讓你去開 現在開一家7-11要多少錢 港幣要多少錢 大概70萬到80萬 要不要 100萬 對啊 可是你看 我在香港看7-11都小小間 在台灣7-11好像超市一樣 這麼大間 大概都要500到700萬台幣 好 今天如果統一集團說 我給你10家開10家 我就不曉得你是要高興還是要煩惱 為什麼 10家要花多少錢 1000萬港幣 你有嗎 對 他給你開你開不起來 好 就算你有錢開 請問你開的第一家7-11 賣一顆茶葉蛋 跟第10家 第10家所賣的一顆茶葉蛋 跟第一家有沒有關係 一點半錢的關係都沒有 可是如果你在利會把你的系統建立起來之後 就好像開7-11的心態一樣 第100家所賣的一顆茶葉蛋 都跟你有關係 這樣子好不好 好 所以很多人 在過去不了解這樣平台的時候 想要開店做生意 各位有開店做生意的請舉手 開過店做生意的請 還不少人 好 那我問各位 這家店開下去 你是不是一輩子都被綁在那裡 跑也不敢跑 休息都不敢休息 是不是 重點是賺多少錢 傳統產業都是這樣 生意好 人倒 生意不好 店倒 同意嗎 同意 立會平台是不是需要叫你把你綁在那裡 不用 有沒有叫你投資很多錢 沒有 投資什麼 自己的健康 投資家人的健康就可以了 就可以建立一套你的國際事業 如果你做一份事業 如果 比如說我現在我從台灣過來 我從去年的10月 我從去年的10月就常住深圳 因為要協助我們香港深圳這邊的夥伴 如果我是做一般的傳統產業 你知道你人到國外去要建立一樣一個系統 你要燒掉多少錢 就好比我們新加坡總公司把香港分公司開在這裡 各位 這個公司投資大不大 非常大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出一毛錢 沒有 各位來到這邊上課 聽分享 有沒有跟你們收什麼茶水費進捷備 沒有 明天晚上還有餐盒可以吃對不對 各位你去哪裡找這麼好的公司 找不到 我從台灣來就一個人 來了這個生意就可以做了 簡不簡單 簡單 簡單 所以 你把你的定位定位在哪裡 很重要 所以你要有一個什麼樣 老闆的心態 把自己定位成 你在建立一家企業 國際的企業 那你應該怎麼做 是不是要把我們功夫學好 基本功學好 就OPPND 最基本最基本的兩個功夫 學好 學純熟的 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我剛開始接觸在令會的時候 準備開始要做的時候 我也很興奮 我就趕快去跟我的朋友分享 那我那個朋友以前也做過直銷 所以那個時候我剛接觸還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就去跟他分享 我說這個平台很好 制度也很棒 我剛才講這個制度什麼 雙鬼制什麼樣 然後他問這個 不太清楚 問那個 不太清楚 問這個 我問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要跟我講 你要跟我講什麼 我也聽不懂 所以專業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功夫學好 把功夫學好 然後 然後 你才能夠吸引到 更多要跟你合作的人 好 那各位你想 你想要吸引到什麼樣的人 你的心目中 你想找到什麼樣的合作夥伴 像我們Candy飛馬這樣好不好 如果你的組織裡面有一個像Candy飛馬一樣 像小兵飛馬 像我們GG飛馬 或我們前排大領導 各位好不好 好 現在老闆講 不要 好 好 是不是 那問題是你帶得了他嗎 你帶得到他們嗎 你帶得到他們嗎 如果你的專業 你的本質學人 你的功夫沒有他們好 你帶得到他們嗎 帶不動 所以你必須先讓你自己成為那個對的人 你自己都不對 你怎麼去帶對的人呢 所以你先讓自己變對的人 你才能夠找到 你心目中理想的那個合作夥伴 因為你自己已經成為了這樣子的人了 你才會找到跟你一樣的人 所以 這個我們剛剛講過 要自己雕刻自己 我這邊太胖了 雕一雕一點 抓雕一點 這邊太胖了 我這邊太瘦了 加一點肉 對不對 這叫自雕 通常我們都有領導人 或是我們大領導 會慢慢的把你雕 雕成對的人 對不對 那如果你可以自己雕自己 那你就更厲害 那你的速度會更快 所以 對人啊 既然已經決定要投入立會這個平台 你就要把它當成你自己的事業在做 不要領導人跟你講 動一下 鞭子抽一下 動一下 鞭子抽一下 動一下 這個你永遠都 速度會慢 你的大領導已經在前面 已經在動 你就要跟上他的腳步 你不要跟你的推薦人 跟你的上面領導人 距離太遠 對不對 你的領導人已經上飛馬了 你還在一心 距離是不是很遠 趕快跟上 最起碼要跟上經營 最起碼要跟上經營 所以為什麼 現在講回來 為什麼要打聘接 各位來到立會 來到立會這個平台 目的是什麼 健康 健康 賺錢 對不對 好 那賺錢呢 你要十年賺一千萬 還是三個月賺一千萬 三個月 那要怎麼做 那要怎麼做 外聘接嘛 是不是 只有外聘接 你才能夠快速的賺到錢 那很多人 很多人在自己的心態 思維還不對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有一種聲音出來 那你們還不是這樣 想要搞業績 叫我多買 叫我多買 是不是很多人會這樣想 對 既然你來到這邊要賺錢 可以快速的賺 你為什麼不快速的賺 你為什麼要拖十年 你可以三個月做得到 你為什麼要拖十年 而且 剛講的定位 你要定位成 你只是一個跟班 還是要成為一個領導人 你要站在你的組織的最前面 去帶領你的夥伴 不斷的往更高的地方去 還是只是要跟在更大的領導旁邊 當跟班的 這樣子永遠打不起來 所以老闆說 為什麼要有卓越的心態 你看我們的老闆 他就不斷的在前面 一直做給我們看 公司的格局有沒有一直大 一直大 這些領導人 你看這些 現在打飛馬的速度快不快 非常快 嚇死人 去年這樣子 後面四個月 聽說就打了一百多個飛馬起來 快了一百多個飛馬起來 所以速度非常快 那下面這些經營者速度快 領導人速度快 公司格局要不要越來越大 如果公司格局不夠大 這些飛馬 這些領導人就動不起來 所以公司不斷的走在前面 所以當你的組織出來之後 今天如果你已經有合作夥伴 有兩個有三個 你就是一個團隊 那你就必須走在那個團隊的最前面 當標杆以身作折 讓你的夥伴認為說 這個平台真的是可以做的 我看我的領導人不斷的在往上爬 不斷的在往上走 從一星變二星變三星變精英領隊 變飛馬領隊 甚至上去飛馬一飛馬二飛馬三 到飛馬九 甚至我們已經出了第一位天龍首相 那為什麼他要做 為什麼這些領導人要不斷的一直往上走 就是走在前面成為那個標杆 讓所有跟著他的人都認為說 這個環境是真的可以做的 真的可以讓你越來越好的一個平台 所以身為我們身為領導人 我們更要去這樣子的 走在前面 以身作折 讓你的夥伴看到 而不是你跟他一樣 你一星他就鑽石會員 然後你就三年後還是一星 他還是鑽石會員 那你覺得他會留下來嗎 不會 因為跟著你賺不到錢 任何平台 任何產業都一樣 當你賺不到錢的時候 你就會失去信心 你就會想要離開 再去找另外一家 對不對 人家去說那一家又有一個新的公司 好像不錯喔 又去了 那如果心態不改變 去到哪一家都一樣 如果立會這個平台 這麼容易讓你賺到錢 你都做不成功 那我跟各位講 你真的沒有第二家可以找 對 所以來到立會這個平台 跟進你的團隊 跟進系統 把我們的基本功加強 把你的定位搞清楚 因為這個平台不要你重複投資 不要你扛業績 不要你每天去買 每天去賣 低投資 零風險 還有倍增的收入 如果有這樣子的地方 如果你在外面有找到這樣子的地方 那你趕快去 記得來告訴我 我也跟著你去做 好 真的 如果沒有的話 這裡有一個 它就叫做 Rewind 今天是我以上的分享 希望能夠給各位 有一筆有高強的幫助 謝謝各位 謝謝